哈喽各位视频面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距离上回叔叔到已经将近过了两年半 迷人和自来眼修行归来 这时墨叶村已经有了刚手奶奶的石像 为玩兴奋的冲到迷人面前为他展现了自己的色诱素 迷人微微一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不要再使用这种低俗的忍数了 这一行为让小银颇为赞赏 他觉得在这三年里面迷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美男子 结果下一秒迷人却倒让你看看我的新色诱素吧 于是这样被小银一坨子给扪飞了 没错在这三年里面小银除了学习医疗忍数之外 还学会了刚手的怪力术 为了测试两人的成长程度 卡卡西再次和两人玩起了抢铃铛的游戏 于是那迷人就和卡卡西对起了飞飘 迷人使用惯用的隐分身之术虚晃卡卡西 三年来迷人对隐分身之术的使用时机已经更上一层楼 卡卡西对迷人的成长很是欣慰 那么战斗就正式开始吧 为了找出卡卡西的位置 小银对着地面一闷驼子 在这瞬间地动山摇 迷人和卡卡西都惊呆了 意料认数加上怪力 不止如此 小银本身还是幻术系的忍者 卡卡西评价到搞不好她会超越第五代活役 而面对经验丰富的卡卡西两人战斗起来还是有些吃力 迷人觉得需要智取 他说到卡卡西老师有个致命的弱点 于是在战斗中迷人大声喊道 亲热天堂的大结局 是 卡卡西自然地捂住了双耳表示 我不听我不听 但由于他开了血能业的缘故 光看口型就知道迷人在说什么 于是他又慌乱地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小银和迷人成功夺取了铃铛 事后迷人得知这届的中人考试又要开始了 而且在这一批人当中只剩下名人没有身为中人了 看救狼手决和灵刺已经身为了上人 而沙之盖洛已经成为了风云 当证人闲话家常的时候 小组织的两名成员悄然而至 其中一黄毛青年用黏土捏出了一只鸡 他尊丧瞬间的艺术名曰迪达拉 今天就让我会一会风云沃埃罗吧 只见他利用黏土蜘蛛轻松潜入沙之国 所谓的艺术就是爆炸 沃埃罗瞬间移动到了现场 并利用沙子和迪达拉展开了一场空中对决 沃埃罗利用地形的沙子形成了巨大的沙壁 迪达拉则直接利用炸弹将它炸成了沙料流丸 沃埃罗趁其不备使出了一招杀腹剧 迪达拉被沙子绑住了壁板 就这样直接被沃埃罗捏成了阳过形态 但迪达拉也因此发现了沃埃罗的弱点 村子里面的人担心守鹤会失控 但看九郎却笑到沃埃罗是不会伤害村子的 原来沃埃罗自从被名人嘴顿过之后 他就想变得像名人一样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别人的认可 他希望自己有被别人需要的了一天 我不想再成为恐怖的武器 而是杀影的风影 这时迪达拉召唤出了超大型的C3炸弹 对他要做的就是炸村子 但即使被迪达罗用巨大的沙盾挡下 而迪达拉的目的却是为了声东击西 因为迪达拉动用了绝对防御的沙子 迪达拉趁机甩出了一只飞鸟砰爆炸 而迪达拉早在断手的时候就在武艾罗的沙子里面混入了黏土 叶术就是爆炸 只听嘣的一声 武艾罗就被深情了 夜旁的堪九郎开始奋起直追 在这里他对上了另一个小组织成员蝎 而钢手这边也收到消息 并派卡卡西班去支援沙子国 在看堪九郎这边他被蝎完全压制 并且蝎还告诉了他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 就是看九郎所使用的这些傀儡正是蝎所制造的 战胜看九郎之后蝎并没有选择杀他 而是给他下了毒三天之后就会挂 在迷人出任务之前自来也叮嘱到 无论如何都不要使用那股力量 来到沙子国小姨非常轻松的就解了蝎的毒 另一边凯班也被派去支援沙子国 而沙子国这边有一个叫做千代的婆婆要和迷人 他们一起去救我埃罗 原来他正是蝎的奶奶 再看小组织这边展开了奇怪的仪式 这个仪式需要三天三夜 但这个时候凯班已经接近 鬼交道让我去吧 我要抱他的一脚之仇 但凯看到鬼交的反应是 诶这是谁 鬼交一上来就使用了大面积的AOE技能 他被里飞起时就是一拙 随即中了一次一记八卦空掌 又被天天丢了一记暗器 但这都被鬼交用潜水术顿走 凯这时恍然大悟 诶 水顿术加上那把大刀 难道你是 嘿嘿嘿 总算想起来了吧凯 怎么老觉得好像见过你似的 鬼交心太崩了 与此同时与之波又也前去拦截卡卡西小班 卡卡西套把他交给我吧 明恩集约难道又是不让我们参战的 所谓团队精神吗 不 这一次是让你们掩护我 我虽然也想很帅的说你们先走吧 但是光靠我一个人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和他五五开 鬼交这边使用水分身加上水牢之术 直接一次性将凯的三名土地尽数封印 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和你单挑了 而凯也拿出了自己的武器双截棍 快使用双截棍 那咋地 快使用双截棍 那咋地 鬼交一上来就使用了力大无比攻击 随即鬼交使用了忍数五十交 在这瞬间出现了五只强大的鲨鱼宝宝 凯不想念战直接开启了八门盾甲的第六门锦门 所有的鲨鱼被瞬间蒸发 凌次也在这一瞬间找到了漏洞 他利用白眼加八卦掌破除了众人的水牢之术 凯接下来使出了一招天马流星拳 直接将鬼交损干猫撒 再看右这边直接让名人中了幻数 但小鹰蹦出来即使摸了名人一下 就把名人给摸醒了 又使出火盾好火球之术 但这一招看着很屌一跳就躲过了 卡卡西使出 Hello Gun 在进击的攻击的时候又再次对卡卡西使用了幻数 然而卡卡西早已用影分身金蝉脱鞘 这一瞬间名人使出了全新的螺旋丸 大鱼螺旋丸 这一招的威力大得让众人震惊 然而中了这招之后的幼却露出了窃喜的笑容 原来这个人并不是幼儿是幼操纵的杀影替身 而另一边的鬼交自然也是替身 凯感叹道 这个男人 我果然不认识啊 远处的鬼交笑道这个数只用了三成查克拉 并且实力和忍数都大打折扣 但是显然两人拖延时机的目的已经达到 两个小班的人也终于会合 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开小组织的五风结界 其方法是同时撕开五张符咒 因为有近有零次 所以众人很轻松的得知了另外四张符咒的位置 这期间凯拿出了神奇的道具无限电 有了这个道具大家就可以远程语音了 于是众人在开黑的情况下同时撕掉了符咒 这瞬间小鹰也用怪力闷开了巨石 但与此同时众人的身边却出现了异样 在凯小班的身边各自出现了 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敌人 而卡卡鞋小班直接进入结界 对阵上了狄达拉与蝎 蝎和狄达拉表现得非常淡定 并且两人就艺术而言展开了辩论赛 狄达拉要表示艺术在于转胜之间的美丽 蝎则表示艺术在于流传于世很久的美丽 迷人有些受不了 绝就是一发手里劲 但是被蝎非常淡定的挡下了 两人若无其事地继续辩论 之后迪达拉招出了一只大鸟 免紧随而上脱离队伍 没办法卡卡鞋也只能跟了上去 而至于蝎就交给了小鹰与千代 千代一上来就甩出了一大堆苦物 蝎则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蝎子状态 千代到蝎的外形只是他的傀儡 而要击败蝎需要借由小鹰的怪力术打破傀儡 蝎直接吐出了一大堆暗器 但千代和小鹰直接使出了旋转跳跃就躲过了这些暗器 随即蝎又射出了一个奇怪的塞子 直接塞子里面爆发出了无数的爆米梨花针 但这些针千代和小鹰都尽数miss 小鹰直接正面冲向了蝎 当蝎要攻击他的时候尾巴却无法动弹 小鹰看准时机直接一记大力出奇剑 这瞬间蝎的傀儡直接被垂得粉碎 原来之前是千代使用傀儡术的线操纵 小鹰躲过了所有攻击 而蝎在这瞬间也露出了自己的盛世美言 令千代刺惊的是蝎的样子还和以前一样完全没有变老 随即蝎又召唤出了他的新傀儡三代风影 就这样千代和蝎就拼起了操作 但毕竟千代操纵的是人 蝎直接使用了毒气攻击 小鹰惹魂了直接抽出引爆符 嘣的一声炸散了所有毒气 随后千代也招出了两只傀儡 这两只傀儡正是蝎最早制作的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因为蝎从小缺爱 之后蝎和千代就鬼畜的拼起了傀儡 而蝎的人傀儡也可以使出三代生前的树 于是蝎使出了像机关枪一样的铁杀阵雨 而这一切都被千代的查克拉顿挡下 原来在蝎的基础上千代也对两个傀儡进行了强化 而铁杀也对千代的傀儡造成了影响 这样一来千代就没有办法同时保护两个人了 蝎也在此刻再次对两人发动攻击 这一次千代用自己的本体挡下 原来作为傀儡师的他已经将手臂傀儡化 但是他也因此没有任何傀儡可以使用了 小鹰此刻蹦了出来说 请使用我吧 千代的操作配上小鹰的怪力 果然在这瞬间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此刻大范围的AOE伤害不满全场 就这样小鹰被擦伤 而蝎的攻击都是附带毒属性伤害的 纵此毒者会全身麻痹动弹不得 但小鹰却反手一拳将蝎的傀儡积得粉碎 原来小鹰早就研发了解毒剂 而现在只剩下一只 这个解毒剂牛逼的地方就是可以让自己毒免三分钟 蝎这时也准备用自己的本体战斗了 原来他早已将自己也做成了傀儡 他首先是用了喷火娃攻击 然后又从肚子里射出了奇怪的大鞭子 但小鹰趁机抓住了他的鞭子 然后往后一扯 这一瞬间他切换成了一拳超人形态 然后顺势一拖子蝎被打得四分五裂 正当小鹰觉得获胜的时候 蝎的身体又重新自己组装在了一起 千代表示他不想再拖了 他决定使用自己封印已久的尽数 只见千代从卷轴中招出了十只傀儡 而传说要看一个傀儡师的能力 就是看他操纵傀儡的数量 而千代也曾经靠着十只傀儡攻下了一座城 蝎表示好厉害我也来 然后碰碰碰招了满屏幕的傀儡 哼我靠这个攻下了一个国家 接下来就展开了一场无双战斗 即使千代途中使用AOE技能 但是数量还是太多 之后蝎开始攻击千代 但是被小鹰挡刀 紧急时刻千代将最后的解脱剂用在了小鹰身上 并趁机操纵两个傀儡将蝎给活活躲死 而这两个傀儡真是蝎的爸爸妈妈的傀儡 小鹰这边即使没有中毒 但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快搞屁了 蝎说没用的我攻击的是不好治疗的部位 而千代所使用的是直接将生命转移给别人的转身之术 这个术是千代为了歇尔创造的忍术 但其代价是施术者的生命 他想让歇感受到真正家人的温暖 而因为小鹰并没有死 所以千代使用这个忍术并没有付出生命 蝎说到太可惜了 然后本人就中了小鹰一闷驼子 小鹰一翻嘴炮之后 蝎说道 作为你们打败我的奖励就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吧 你很想知道大神丸的事对吧 十天之后你去曹忍村的天地桥 大神丸的部下里有我派去的间谍 我约好在那里和他碰面 说完之后蝎就嗝屁了 千代道蝎已经看透了我最后的攻击 但不知为何就是没有躲开 而明朗和卡卡西还在追第一打啦 卡卡西也准备好使用他全新的血冷眼招数 究竟他们能否救回吴埃罗呢 如果你对本节目感兴趣的话 不放关注一下我的新来微博和视频站 这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最新更新的节目啦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